分享让我意犹未尽觉得 好像还没有听完 下个礼拜应该要再来听 好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 讲到扫罗他被杀的地方 那在我们看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撒姆尔记下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撒姆尔记下的第七章 那在一开始的地方 就有讲 就有讲到 扫罗 被杀之后 就是大卫为他跟约拿丹做了诗歌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来到第七章 大卫之约 在第六章的地方 有讲到 就我们讲到约 因为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跟人立了几个约 包括跟挪亚立的约 亚伯拉罕立的约 还有摩西的约 还有大卫的约 那在第六章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 说耶和华的约跪在 加特人 尔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那大卫听到之后 听到说 神祝福他家 他就去把约跪 抬上来 抬到耶路撒冷去 然后在那边 把约跪放在他所预备的地方 就是所搭的帐篷里面 那在萨默记下的第五章 有讲到说 大卫他已经建立了他的宫殿 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七章 讲到说 王住在自己的宫中 耶和华使他安静 在第二节讲到说 他对拿单说 看哪我住在香薄墓的宫中 神的约跪返在帽子里 所以他想要为神建造 一个一座更为永久的建筑 原本的约跪是放在会墓里面 会墓是用十幅帽子所做成的 是不是很坚固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说 神禁止大卫来建造圣殿 神说到说 在士师时期的时候 神就没有这样子要求士师们做 神也不要他这么做 时候也还没有到 时机还没有成熟 历代字有平行经文 是讲到说 在晚上的时候 神的话临到拿单 跟拿单说 神不要大卫建造 那在之后呢 在第八章的地方 讲到说 所罗门 他的儿子 必为神建造圣殿 那从新约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不要 神不会住 不是被局限于 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 在 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四十八节 开始这边讲到说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 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是都我手所造的吗 这是 尸体反讲到 那保罗也有讲到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那我们就来到了 第一点 耶和华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军 我们再来把 第七章的 第八节 念一遍 第七章的第八节 来 现在 你要告诉我 仆人大卫说 冠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军 好 所以在士师时期的时候 士师们是要牧养以色列的民 但是在列王时期 神要大卫 来牧养他的民 过去大卫他是放羊的 那在诗篇的地方 有讲到说 我们来读这几节 诗篇第七十八篇七十到七十二 来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牧养卷中将他招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所以这里讲到说 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 那带奶的牧羊是有 旁边有很多小羊 小羊走路就走得很慢 所以牧羊人不能够一直赶羊 反而是跟着羊走 但是在这里 神告诉大卫说 他不再跟从羊群 反而是要来带领羊群 用神的话来牧养他的民 我们来看到第二小点 耶和华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军 我们来读八到九 请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万军师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军 你问你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减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所以大卫怎么样 带领以色列人呢 在过去 就是记载在撒母纪上第十八章 讲到说他做事无不经名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十六节讲到说 以色列和犹大人 犹大众人都爱大卫 因为他领他们出路 所以他过去已经当他们的领袖 但是只是在扫罗底下 但是现在神 就是要立他做以色列的军 来到第三点 耶和华树的筛 我们来读第十节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老害他们 所以这里用的一个词汇就是栽培 就像种树一样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以色列是真葡萄树 所以神要把他们栽培在一块土地上面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而且是永远的 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因为在过去神跟亚伯拉罕有立约 神也告诉亚伯拉罕对他应许说 凡他所看到的地 神都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在13章跟17章都有讲到 那接着 我们接下来的回到第7章 我们看到神跟大卫立了一个无条件永远的约 那我们可以从这几节里面看到一个原则就是 因着大卫之约 神已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救恩 那我们来看到大卫之约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耶和华应许必为大卫建立家世 我们再来读第11节请 并不像我命事实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并且我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平行经文在历代字我们可以看到 神要为他立家世 在撒摩尔记上当拿巴的妻子 亚比盖去见大卫的时候 他带着一些食物去见大卫 还有他的军队的时候 他对他说 耶和华必为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那对于在撒摩尔记下第七章 说为大卫建立家世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说 就是大卫他的自己的家 另外一个是大卫的王朝 但是其实在圣经上很清楚讲到 在第16节讲到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所以他的家跟他的国 其实是没有分开的 这个永远建立 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小点 讲到耶和华应许大卫的后裔 将接续他的位 我们再读12节 请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神应许 弥赛亚将来自大卫的后裔 那之前神已经有跟亚伯罗安讲到 在创世纪第49章讲到说 归必不离大卫 藏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契罗来到 就是赐平安者 万民都必归顺 所以神拣选 这个谱系 大卫之派 就是弥赛亚要从 这个 之派而来 好 所以大卫呢 他要得到一个儿子 之后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会接续他的位 在列王纪上 第二章讲到说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 这是讲到后来 就属负他的儿子 所罗门 要他遵行神的话 他的国位 就能够继续保住 后人也能够继续做这个位 但是最终的 终极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在以赛亚书有讲到说 耶稀的本 必发一条 他的根 他从他根生的之子必结果实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那来到新约部分 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 也讲到这个大卫之约 在耶稣凯旋入经的时候 众人喊着说 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他们就是在称颂 那合成的人都问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众人就说这是先知 耶稣从那撒勒来的 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 讲到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 他们问耶稣说 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连法利赛人 他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 这位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但却不知道 他们可能知道 但是不相信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基督 其实就是 跟他们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之后在保罗 我们来读这几节 他说 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所以这个是保罗 他在安提阿的会堂里面 讲到的内容 他提到说 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 应许这位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那在罗马书 他也提到 我们来读这几节 他说 这福音是从前界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一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必须取得人的身体 才能够为人的罪 代替人的罪死 埋葬复活 所以他的母系 是从大卫这边来的 之后 还没有 在提摩泰后书 有讲到说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所以他是永远的活着 那这也是福音的核心内容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 那在启示录 有讲到说 在天上有二十四位长老 其中的一位 对约翰说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在二十二章讲到说 我耶稣就是耶稣他自己说话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这是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所讲到的 我们看到第三点 耶和华应许大卫的后裔 我们来读十三节很短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所以之后所罗门他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 然后他做一个奉献祷告 奉献祷告里面就讲到说 过去他父亲跟他讲的话 就是要行神的道 这样子就在这个国位上面 不断有人能够做这个位 在第九章 第二次 神第二次向所容门显现 他也是 又是讲类似的话 我们来看到第四点 耶和华应许必坚定大卫和所罗门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们来读十三到十三跟十六节 请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十三节的他是指着大卫的后裔 他的国要到永远 但是十六节 这个你是指着大卫 你的国也是指大卫的国 所以就是他跟他儿子的国 那在平行经文在历代字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国其实到最后就是弥赛亚的国度 就是说统治权永远不会从他们家族收回 反观来说 以色列民也不会离开他们的统治 所以他这个王朝就是从他开始到以后永远没有穷尽 那这里讲到说宝座就是权柄的所在 代表君王统治的权力 还有讲到说国度 那我们以前读书常常在说人民土地政府主权 所以一个国家的存在 其实必须包含这些部分 但是这里所讲到永远的国度 不是在世上人的国家 而是千禧年的国度 所以我们知道说千禧年还没有来到 不像一些神学家 不同的观点说 我们在千禧年中 或者是千禧年没有 或者是说已经来了怎么样的 好 在诗篇 我们来读这几节 这里说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像大卫说谎 他的抽意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身上确实的见证 所以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王能够有永远的国度 接着我们来读一段很熟的经文 我们来念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的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所以当我们研究 大卫之约之后 更能够明白 当时玛利亚听到天使的宣告的时候 他的理解 特别在32节 讲到说大卫的位给他 又讲到说 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没有穷尽 这就是很明显 就是大卫之约 那想必 玛利亚也知道 天使所说的 就是讲到大卫之约的应验 但是其实还没有可以应验 好 后来在凯旋入经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但是在马可福音 这个地方 就是在33年之后 耶稣出来传道 后来要上十字架之前 凯旋入经 在马可福音这一处的经文 有讲到说 那将要来的 我主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那我们知道说 耶稣呢 他来是在第一世纪 他来的时候 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 千禧年的国度 但是呢 却被拒绝了 所以他复活升天 之后赐下圣灵 所以在教会诞生的时候 彼得站起来讲道 就讲道 说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 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 坐在他的宝座上 在32节讲到说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33节说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听 所看见 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35节又讲到说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就是到末后 耶稣基督要行审判的时候 神要说 神以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坐在 父神的右边 在天上执掌王权 那我们知道说 他会再来 他来之后呢 他要审判世界 并且建立国度 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的这二到六节 请 事实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 我们要增开他们的捆绑 过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灭入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诚说 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在这个地方 所讲到的就是 耶稣基督要再来 审判列国 那第七节讲到的 其实从新约 我们可以看到是讲到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使徒行传 四章二十五节 也有讲到说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 然后接下来到二十六节 这两节呢 其实就是引用至诗篇的第二篇 一到二节 所以我们知道说 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是大卫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以赛亚书有讲到 第一节 第二节 以后我们还没有看 讲到说 耶稣的本 就是耶稣基督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然后他要以公义来审判 并且击打世界 罗马书也有引用 有讲到说 他要兴起 要治理外邦 外邦人要仰望他 我们绝大部分人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外邦人 在以色 在以色亚书 继续有讲到第十节说 到那日耶稣的庚 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 大有荣耀 十二节又讲到说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 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 又从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所以以色列他 这个国家呢 要在大灾难中 将要被复兴 在马太福音 我们来读 看得到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所以耶稣基督他要降临 就是跟教会一同降临 来到地上 然后施行审判 然后他要开始他迁禧年的国度 然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粗略的图 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会时代 什么时候我们要被提 我们不知道 被提到天上之后 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 但是有一天 我们基督徒会 跟耶稣基督徒一同 再来到地上 然后跟他一同进入国度 执掌王权一千年 第五点 耶和华应许 神的慈爱不会离开大卫的后裔 我们来读十四到十五节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则打他 用人的鞭则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慈爱 在原文所用的那个字 就是神立约的那种爱 守约的爱 永远的慈爱 丰盛的爱 这里讲到说扫罗 那从赛默记上 我们看到说扫罗他是 这里讲到说 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那神厌弃扫罗 把这国赐给比扫罗更好的人 就是大卫 那我们也知道说大卫的后裔 所罗门之后他也会拜偶像 会犯罪 那虽然所罗门会犯罪 遭受惩罚 但是他并不会失去他的宝座 那再回到就是第七章 讲到的这个终极的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他是不会犯罪 所以这里所讲到的是大卫 他的后裔 就是人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节讲到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里就是很清楚讲到他的后裔 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来的 从大卫来的 好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看到 刚才我们念了这一节 拿单就把这一些话 告诉了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 因着大卫之约 神已透过耶稣基督 带给我们救恩 所以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 我们从这个约里面看到说 家就是他的后代 跟他的王朝 还有国度 是永远的国度 这个国度还没有来到 还没有降临 但是有一天 耶稣基督要来建立这个国度 是一个永远的国度 所以在约里面 我们也看到 神应许 必为大卫建立家世 这也是无条件的 所以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 直到永远 神的慈爱也不会离开他的后裔 那我们知道说大卫 他的日期是 差不多在祖前一千年左右 那现在是祖后两千年 两千多年 所以大卫之约是三千多年前的事情 那所应许的这一些 其实都还没有应验 就光大卫之约本身的内容 都还没有应验 虽然圣经上很多 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很多已经应验了 但是约的内容都还没有应验 那我们知道说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生天 有一天他会再来建立国度 来到地上建立国度 执掌王权 在新约说 这是有福的盼望 就是我们去到天上 还有来到地上这些 所以神给我们这个 无条件的 这么好的救恩 其实我们还没有相信的人 应该要赶快相信 神这个无条件的爱 神是无条件的 但是人是有条件的 人的条件就是要回应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单单相信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 使埋葬又复活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应该是 要警醒 祷告 直到我们教会被提 然后接下来就是 跟耶稣基督一同再来 来到地上 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好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从大卫之约 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 在新约的部分 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约的内容 有好多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 他来到世上 代替我们的人 每个人的罪死 埋葬又复活 使我们能够得与神相和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 应该也是存着盼望 精醒祷告 等候救主的再临 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 继续的恭敬交托仰望 求神来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祷告 阿们